大家看一起車禍 在新北市的新莊 這名小五男童呢 當時過馬路的時候 沒有走斑馬線 結果砰的一下被車撞上 當時撞擊力道很大 彈飛20公尺 畫面非常驚悚 不過他伏大面大 只受到了擦傷 但煞車根本煞不住 直接撞了上去 直陣小男童 彈飛了20公尺 躺卧在地 而駕駛也趕緊下車 查看男童傷勢 他都沒辦法 我就趕快打1.9 13號中午12點多 正好是國小放學時間 小男童沒有依照 倒戶媽媽指示 走在斑馬線上 直接狠闖路中央跑了過去 雖然校方說 當天學校招會才剛宣導 沒想到小男童 並沒有把話聽進去 才會發生查撞意外 不然從那邊撞過來 那我是有覺得 怎麼做小朋友 用真重的方式過 也沒有我看看就看看 你陸續都有在做 你持續會再進行 這樣的工作 尤其是在發生的 小朋友受傷的情況 據瞭解 目前男童 雖然只有輕微擦傷 但還要再觀察 有無腦震盪 而校方也承諾 要再加強交通宣導 控管噱通安全問題 就不希望危險意外 再度發生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你不小心 都不會再用 比較有感覺 這件事 擴抱 我在 我